好 我们三位先做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来自重庆 于云阳 我今年31岁 我叫彭燕 我体重是25斤 我叫彭江秋 今年28岁 身高80厘米 体重50斤 我叫彭江丹 今年25岁 体重45斤 身高80厘米 你们的身体是一样的病症啊 是成骨不全 成骨不全 对 成骨不全 是瓷娃娃吗 是 瓷娃娃 你们家就是三姐妹吗 四姐妹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在读大学 它完全是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你们不是遗传吗 不是遗传 我看老二好像身体更健壮 对 对 我幼稀的时候嘛 那时候我人走路 用拐杖走路 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对我期望很高嘛 那时候医生就说 你这孩子是缺钙 我妈妈就就购买了很多钙片 也购买了很多营养品 给我吃家中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 但是我的骨头嘛 就是不争气嘛 一站起来又摔倒 一转起来又摔倒 反过来回 最在最后一次我没能站起来的时候是在我外婆家 有一次我外公说你快进屋要下雨了 那时候我就走得快 然后走着走着我腿就大腿就断了 自从那一次之后就没能站起来了 你们印象当中第一次骨折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妈妈把我背着的时候 就是那天下着雨 然后我的双脚就是这个双脚 奶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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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тся 嗨 嗨 嗨 中文字幕——YK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妈妈多大年纪 我55岁 我来自重庆 看着也没有什么 你还是真的看上去 他应该比我们想象当中苍老才是 你染了发 因为我现在在给人家得要小孩 因为他爸爸做手术的妈 他爸爸不能劳动 爸爸不能劳动 爸爸不能劳动 爸爸是身体也是 他爸爸是两年 二年 节奏皇子 皇子倒塌 都是牙齿重伤 当时都说不能劳 我都得当地的话 也不行 我都把他弄起来转圆 转圆的话都现在劳动 劳动现在都是成了那种后遗症 我妈妈要比一般人更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我的爸爸的命 都是我妈妈捡回来的 你爸爸的命令都是你妈妈捡回来的 因为当时我爸爸受伤的时候 医生是下病为主说 没救了 直接说没救了 没必要去转院 但是我妈妈坚持求他们转院 求着他们转院 然后才把我爸爸和声声地 把他救回来 每三年生下一个孩子 是这样的状况 你是不是生到第二个的时候 就崩溃了 不是 但是第一个孩子 生到的是一岁的时候 人家孩子嘛 能走嘛 怎么他们不能走呢 我的爸弄去到御阳 我们是御阳 都弄得开心到处去检查 他的手上长这么大的包 都检查那时间的医术嘛 都不像现在的医术嘛 那时候是张写窗嘛 包一下都醒了嘛 我都不以为 生老二的时候 都是想到第一个生了个大 这二个我都写作笔操塞 他说没事啊 他说你这个孩子没事啊 健康的 都健康的 都生了一两三岁 孩子都是出个怪障 都能够出出出 都能还走的嘛 看到他走的能走的 老大说完了生老二就比较冒险 是 那老二后来生老三就更冒险了 生老二的时候 他医生都认为是缺钙 所以给我妈妈的意识当中 他以为是自己没吃好 所以可以生第三个 但是他就是那时候的医学 根本不了解 我们这个病是吸收不了 钙的再吃多少钙都不行的 不过